我们还有十几公里就到阿拉布图市中心了 你看现在车都密集了 今天很不好意思 把五大哥饿得前胸贴后背 他说他滴血糖都犯了 坐小微的车真不容易 但昨天那个视频发出去 还有很多人说这是剧本都有 我们在这里吃饭很实惠 就是找了我们7000多 我看的我们拿的是1万 中国话问好就是你好 你好他会说我们 他会说你好 看一下给他看一下 这个17万人 这个12万人 这个红色的暗度不松 你说话他就可以翻译了 特别幽默啊 祝我胃口好 不要为了健康暴隐暴死 谢谢 他现在有点散逃了 我们吃了饭就去阿拉布图市中心 我们准备要离开了 他玩这个跟我们聊天玩得很开 我们聊天玩得很开 中国的家里很高 对有蒲尔铁观音 他对我们中国那边的文化很感兴趣 包含中文 他经常去哪儿去 他是拿中国的茶拿那些货 经常到广州 是不是这个意思 广州 广州 广州那边 外貌 我们这个帅哥对中国的茶文化 茶文化 还有地理 新疆的地理 附鲁饭 他都知道了 附鲁饭 他都知道了 他都知道了 好 明天你就能看到视频里面有你了 有哈萨克的帅哥 好 像在网上说 请点点赞 好 好 好 他有TikTok TikTok 他有TikTok TikTok是国际版的 对 TikTok 国际版的抖音 抖音 所以他们肯定有 2万多 谢谢 拜拜 再见 再见 你好 一定帅哥挺好的 他对我们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对 茶方面 我把车就停到大街上的 这条街特别亮 有微波炉冰箱 照 都4个 这个是其他做的 洗衣房 这是洗手间 他是男生是在一个屋 女生在一个屋 我就来看一下 单间 他都是6人间 4人间 我去问那个帅哥 他会中文 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 住在这里 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 你住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 武大哥在登记了 这里就可以停车 我把车停到这个地方来 给他先借1万汤格 这里轻旅就4000一晚 北京时间9点29 哈萨克斯坦是7点29 这是我出国第一天的床车生活 昨天晚上我就是睡在这里的 睡第二排 因为我的窗还是很透 尽管外面看里面很黑 这是我的一个带子 这样挡了一下 就可以睡觉了 这后面是我的行李物品 很尴尬的是 我在车上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我很细嘴的 刚好可以冲 挂尔咖啡的冲壶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微 单人单车自驾中亚 这一次要自驾哈萨克斯坦 和乌兹别克斯坦 昨天我是搭了一个背包客 来到哈萨克斯坦 今天我们就要分开了 待会我就要去给我这车买保险 买了保险 听说在国外很容易被罚款的 我这个是贴了膜 上面的抱枕被 就是我垫在下面的 下面睡袋 就钻到里面就可以了 早上喝点热的还是挺爽的 尤其是像这种床车生活 这是五大哥留给我的饼 香蕉 还有饼干 我待会出发前要把这个给他 要给生活来点阳光 这个有点刺眼 少来一点 就这样好了 把这边这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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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到你在车外看啥 一个蒙古的朋友 车很感兴趣 哈喽 我在记录生活 没关系吧 把网上也可以是吧 vlogger 这就是转喊查找 对啊 他这边不好意思 昨天通关 计划完全打破了常规 他才没买 对啊 给你的 我有三个 你找到对话前的地方了吗 我在网上都查到了 还有一个钱没换 今天 对我们一起去换了钱 然后我就要去买保险 去乌兹别克斯坦了 我知道 对啊 早上我说不知道你睡醒没有 我说再跟你商量一下 就是我特别开心 就是昨天就我们一起过来很开心 就一路走走停停 遇到了有三起会讲中文的 三起 包含在这里住这个民宿 这叫轻女 昨天晚上我还在这里称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 就是因为五大哥住的这个轻女 我停车就不给钱 我还去里面上洗手间 外汇的兑换地点远不远啊 走路还是要开车啊 有几公里 我正想给你发个照片 一会我再收一下 我都收到了 哦 那行 那你就把东西拿了 我们坐车去吧 如果你要再住这个地方 我再把你拉回来 好 很快就要去换一下坚哥 我也没多少钱了 五大哥他是没有换 准备要离开这里了 免费的停车位 真不错